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自豪的蔚南海域 得天独厚的海洋生态 被黏稠的石油覆盖 更夸张的是 原本船出式导航错误造成悲剧 但当地媒体访问船员 却发现当时船上正在举行生日派对 船员想使用WiFi上网 不断往陆地靠近 才会遍离航道处缴 人口仅120多万的摩里西斯 全岛被珊瑚礁包围 丰富多元的海洋生态 更是当地重要的观光资源 如今却惨遭外泄的石油污染 尽管当局紧急启用漂浮式围油栏 但效果有限 不断外泄的石油 更可能对珍贵的海洋环境 造成万解不贵的影响 让当地环保人士忧心不已 摩里西斯政府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环境紧急状态 船公司也宣布 油槽内剩余2500吨石油已经全部回收 更派遣专家前往当地视察 但若常好闯下大祸 恐造成摩里西斯生态浩劫 日本当局和船公司不好好给个交代可不行 再来新闻文字幕道